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随着ARM在2022年通过全新旗舰GPU产品Emmortalis G715的推出,带来了行动装置的光线追踪的支援,极大提升了行动装置的视觉体验,并携手联发科通过采用TCS-22的天机9200行动装置晶片组实现了这项承诺,该晶片组建议在高跑分的OPPO和Vivo旗舰手机中搭载使用。 ARM公司近日发表了2023全面运算解决方案TCS-23,全新的ARM V9.2代晶片架构,包含最新的CPU GPU IP,其中包括了第三代ARM V9 CPU内核,Cortex X4,Cortex A720,Cortex A520,全部都是64美元CPU, 以及全新的Dynam IQ共享单元DSU-120和旗舰级GPU Immortalis G720。 ARM称,TCS-23将成为最重要的行动装置运算平台,为手机带来绝佳的解决方案。 TCS-23提供一整套针对特定工作负载而设计与优化的最新IP,可作为一个完整系统无缝的协同工作,从而满足日益增长的行动装置用户体验需求。 ARM高级副总裁兼终端事业部总经理Chris Bergey 表示,TCS-23包含了基于全新第五代GPU架构,可实现终极视觉体验的全新ARM Immortalis GPU, 助力ARM面向下一代人工智慧,AI保持效能领先的全新ARM V9 CPU机群, 以及可为数百万ARM开发者提供更易访问软体的全新增强技术。 ARM正致力于行动装置领域,实现从晶片到软体的创新,以支援由ARM庞大的全球生态系统带来持续增长的沉浸世俗未体验。 ARM技术显而易见地将成为行动装置未来的基石。 ARM这次推出的最新GPU产品采用了全新的第五代GPU架构,该架构是ARM迄今为止最高效的GPU架构, 重新定义了部分绘图管道,以优化记忆体平宽,从而在行动装置上支援高级和负载的下一代游戏和实时3D应用, 同时带来更顺畅并与PC端和游戏主机媲美的游戏体验。 需要指出的是,Deferred Vertex Shading延迟顶点着色,DVS,是ARM第五代GPU架构新引入的绘图功能, 可重新定义数据流,有助于合作伙伴扩展核心数量,达到更高的效能水平。 DVS技术的好处就是,顶点着色的过程中,在执行阶段才会载入记忆体中,不像之前那样需要两次载入记忆体, 因此大幅降低了对频宽的要求。 在手机等行动装置平台的绘图渲染中,记忆体频宽会消耗三分之一的功耗, 因此,DVS技术可以大幅降低游戏功耗,提升续航,同时也提高了能效。 此次推出的Immortalis G720,被称为是ARM目前效能和能效表现最为出色的GPU, 与上一代产品相比,其效能和能效分别提高了15%,系统级效率更是跃升了40%, 从而带来更高质量的绘图渲染,实现更身临其境的视觉感受。 值得注意的是,Immortalis G720再效能及能效,相比上代提升15%的同时, 内核面积仅增加了2%,官方表示,其整体效能要领先竞品20%。 另外,根据ARM公布的数据显示,其基于第五代GPU架构的Immortalis G720, 在精灵废墟游戏中频宽节省了41%,原神中节省了33%频宽, 堡垒之夜中为26%,甚至在CAD的应用中也可以节省37%的频宽。 除了Immortalis G720之外,ARM也同时推出了基于第五代GPU架构的ARM Moly G720和Moly G620, 旨在将高阶行动装置绘图功能,快速地推向更广大的消费终端市场。 联发科资深副总经理,无线通讯事业部总经理徐敬全博士, 在此背景之下发表致辞影片,宣布联发科下一代天机9300旗舰晶片, 将采用ARM全新的Cortex-X四超大核,Cortex-A720大核,以及Immortalis G720 GPU IP, 值得注意的是,他并没有提到Cortex-A520能效核, 这也侧面印证了天机9300全大核的爆料,应该属实。 徐敬全博士表示,Cortex-X四与Cortex-A720为下一代天机旗舰行动装置晶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, 它们将通过突破性的架构设计与技术创新, 为行动装置终端提供令人惊叹的效能和能效。 ARM全新的Cortex-X四超大核,延续AR64纯64位元的支援, 相比天机9200系列采用的Cortex-X3,效能提升15%,功耗降低多达40%, 并且支援2M的L2独立快取。 核心架构层面主要通过调整,使得指令获取过程更有效率。 此外,较大的快取减少了工作负载时的记忆体流量。 此次天机9300开创性地搭载四个超大核, 相比此前最多一个超大核的设计, 这样的大迭代代表着联发科对最新架构能耗方面的自信, 也代表台机电N3E工艺在背后的默默付出。 关于全新的Cortex-A720大核, 相比此前的A715架构功耗降低了20%,能效提升20%, 重点在于游戏时持续负载能力得到了增强。 A720架构分支错误预测的恢复速度更快, 有利于提高运行效率。 此外,访问二级快取的延迟也进一步降低。 未来,Android手机的旗舰晶片, 从大核起步的全大核设计将成为趋势, 使得效能表现进入新阶段。 除了CPU架构的全面升级, 天机9300也将应用ARM最新的旗舰, Immortis G720 GPU IP, 其能效相比,Immortis G715提升15%, 峰值效能也提升15%, ARM称其为世上最高效的GPU。 这代,GPU采用了全新的渲染管线来提高能效, 支援10-16个GPU内核, 同时采用了DVS延迟顶点着色技术, 能够将大部分渲染工作, 褪迟到几核体处理之后, 这样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。 此外,记忆体平宽消耗减少了40%, 得益于Immortis G720多种技术进步, 天机9300的游戏效能也将进一步提升, 足以应对未来日渐复杂的游戏场景, 保证帧率稳定。 根据微博博主数码闲聊站最新爆料, 联发科天机9300将首次采用全大核设计, 拥有多达4个Cortex-X4超大核, 4个A720大核, 同时功耗比上一代更低。 这一设计有望在效能上挑战苹果晶片, 与将于年末发表的A17仿生晶片正面对决。 值得注意的是, 年底的天机9300将是世界首款完全取消 32美元硬体相容的晶片, 代表着迈向AR64纯64美元支援的决心, 同时运行效率也会得到提升。 在SOC厂商的带动下, 预计未来安卓生态APP将逐步抛弃32美元, 转向纯64美元。 徐静全博士最后表示, 联发科天机9300预计将于2023年年末正式发表。 短短一年时间, 天机旗舰SOC将实现大步跨越。 可以看出, 业内对于它的期望已经不只是压制高通, 而是对标苹果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